这个男人实在嚣张 老板开会他睡觉 被叫醒之后直接大骂老板一顿转身就走 红莲简直把机要不逊演绎到淋漓尽致 即使是以消灭吸血鬼为己任的地鬼君 内部的权力侵扎依旧激烈 地鬼君中中家独掌大权 红莲所处的依赖家被排挤到权力边缘 红莲刚从会议室出来就遇上了小悠的袭击 小悠气红莲不给他鬼咒武器还晾了他十天 红莲担心小悠贸然过来会被中家发现 于是松口答应小悠给他鬼咒武器 但出了事要自己负责 小悠高兴的差点没跳起来 然后就遭到了红莲当头一脚作为袭击的惩罚 虽然暴力 但是红莲一向信守承诺 小悠终于等到了将吸血鬼斩尽杀局的机会 却殊不知他的小猪马也是他发誓杀光的对象之一 随着骷髅鲁宣战地鬼君 米家也终于等到了小悠见面的机会 吸血鬼都市里依旧饲养着许多被当成血酷的小孩子 米家一路回到自己曾经的家中 却发现那里已经住进了其他的孩子 大一点的孩子一把护住弟弟 厨师的瞪着米家 米家愣住了 随后一言不发的离开 约鬼祖于北班 前几天的鄙视成绩发下来 测试结果和他们今后得到的鬼咒武器等级直接挂钩 小悠毫无意外的考了零分 被小鸭抢过试卷 在班里大肆宣传 美名契约给他增加人气 毕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考零分比考满分都难 小悠气得不行 还是那句他根本不需要朋友 小鸭也还是那句 不具备协调性的人 无法在军中大前伸手 小天使御医帮着小悠找借口 毕竟他小时候被监禁的吸血鬼都市 比起日语应该更擅长英语和拉丁文 小悠还没说什么 军月就开脉发起了嘲讽 关键是小悠还没法反驳 因为这位学霸的各科成绩全都是满分 眼看两人又要打起来 班主任红莲推门入 两人又吵着让红莲给他们鬼咒武器 红莲答不答应两说 两人倒是因为顺序问题给了各自一拳 问题儿童忙着打架 羽衣忙着劝架 武器倒不是红莲拖着不给 而是他对这些学生能够抵挡住鬼的诱惑 属实心里没点 不择教授学生的小百合 倒是认为小悠和军月可以 而最令人意外的是 所有学生里面对鬼稳定性最高的人 其实是羽衣 红莲听完一笑 决定亲自实验一下 在小雅兴奋的延伸中 红莲拔出佩刀插入地下 瞬间 无数恐怖的黑雾 如发丝一般飘洒而出 随着一阵阴森恐怖的笑声 布满整座教室 墙壁开裂 吊灯不断摇晃 可怕的冲击之下 许多学生当场倒地不起 小雍面色凝重 军月感到心脏不适 而羽衣一脸懵逼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剑吓唬得差不多了 红莲疏刀入巧 黑色的发丝消散 教室重新恢复了光明 散乱的座椅和开裂的墙壁 证明着刚才发生的一切不是梦 学生们东倒西歪趴了一地 有的彻底昏迷 有的还有意识 还有意识的学生继续训练下去 有希望接触到鬼咒武器 而在这波攻击之下 还能成为战力的学生 能够立刻挑战最高等级的黑鬼鬼咒武器 而教室里能站着人 果不其然就是小悠 军月 于衣和小雅 小雅自不必说 她是帝国军当代中家的后代 而且早早契约了鬼 红莲信守承诺 带四人前去挑战鬼咒武器 小百合心存担忧 虽然于衣的抗性很高 但她不认为于衣 有接触最高等级黑鬼的强大力量 红莲表示 不够强大就会死 仅此而已 但出于自由意志 红莲还是最后询问了一遍 她是否又为姐姐报仇 赌上自己性命的觉悟 于衣猝不及防 有些发懵 小悠和军月又都在劝她回去 于衣到现在都没能走出 姐姐被残忍杀害的阴影 但即使如此 她也不会放弃 想要拥有保护重要之人 不再被夺走的力量 这个理由 无论是谁都无法反驳 于衣没问题 倒是军月的问题大了 但是四个人中抗性最差的 之前的测试 是靠单手撑着桌子 在勉强撑住 作弊被当场拆砖 军月尴尬 红莲警告小悠 也别得意忘形 和他们签订契约的鬼 和之前他们遇到的截然不同 稍有不慎 就会被鬼附身杀掉 这间房子封印着鬼 墙壁上画着各式各样猙獰的鬼面 选择自己喜欢的武器进入仪式法阵 接触到武器后 就会自动开始契约仪式 只要战胜鬼就能获得力量 相反 输了就会变成食人的恶鬼 或者被鬼的力量压垮而死 不管是害怕还是期待 三人走到这里已经无法回头 于是各自选择了自己的武器 小悠率先拔出武士刀 法阵亮起 仪式正式开始 于衣想起了小时候的事 吸血鬼朝他们靠近 姐姐将年幼的他塞进床底 让他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 随后吸血鬼推门而入 一把抓起姐姐 心血滴落在地 年幼的渔衣紧紧捂住自己的嘴 随后吸血鬼被同伴叫走 渔衣这才逃过一劫 而倒在地上依死的姐姐突然睁眼 将他从床底拉了出来 当然他的姐姐已经死了 站在他面前的是鬼 而这不过是鬼为他编织的一个幻境 仪月同样陷入了过去的幻境之中 小时候他和生病的妹妹相依为命 生活得非常艰苦 妹妹总是对他说 如果哪一天自己成为了哥哥的拖累 就让他亲手杀了自己 君月当然不同意 表示自己会陪妹妹一起死 但他在夜里偷偷哭泣 觉着活得很累 想要抛弃妹妹的事 妹妹全都知道 君月愣住了 但他很快反应过来 眼前的人不是他的妹妹 而是利用了他记忆的鬼 而小悠的幻境中 鬼再次伪装成了米家 准备直击小悠最脆弱的部位 已经经历过一次的小悠 自然不会上当 言辞米家体内涌出大股黑雾 锋利的黑雾如同尖刺一样 将小悠刺穿固定在原地 最原始的鬼出现在小悠面前 他同意给予小悠强大的力量 但小悠必须更加仇恨 今后只为复仇而活 鬼再次幻化成小悠死去的家人 质问他是不是又要抛下他们 要抛弃掉他们独自去交朋友吗 小悠抛下他们独自逃跑 去上学交朋友 把他们忘得干干净净 鬼不断疏使小悠放弃朋友 并为复仇而活 小悠大喊着让鬼闭嘴 他需要的力量 是能够守护一切的力量 随着小悠的一声大吼 周围的场景全部消失 鬼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很喜欢小悠心中 交织着爱与欲望 表示小悠的内心仍然坚定 他就服从小悠 但如果有一瞬间的动摇 他就会夺走他的身体 鬼自称阿珠罗丸 并告诉小悠 他的体内混入了奇怪的东西 已经有一成左右 不是人类了 可能是被人类进行了不良的改造 阿珠告诫小悠 不要轻信人类 因为人类有的时候 比鬼和吸血鬼都可怕 不过还没等小悠明白 他在说什么 契约就已经缔结成功了 小悠睁开眼 君悠已经完成了契约 醒得比他还早 只有羽衣依旧在沉睡 幻境中还是经过鬼的提醒 羽衣才想起自己是在契约中 鬼在羽衣的心中 没找到什么强烈的复仇欲望 反而充斥着安宁温柔 以及对他人的爱 鬼指责羽衣根本没想过给姐姐复仇 反而非常庆幸自己能获救 而且他不喜欢斗争 不喜欢亲手杀人 下不了手却想着复仇 未免也太过滑稽 羽衣的欲望太少了 而鬼最讨厌的就是这样的人 黑雾渐渐蔓延 鬼露出了猙獰的獠牙 强行向羽衣索要他的身体 少年被鬼一掌冻穿身体 羽衣残叫着哭喊 这样软弱的人类不配成为他的主人 密室里等待羽衣的几人 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其中一面墙壁上的鬼面从中开裂 羽衣消失不见 红莲叹一口气 羽衣没撑过来在他的意料之中 挑战黑鬼的人中 能有三分之二成功已经很不错了 既然已经获得了鬼咒武器 于是红莲将加入月鬼族的第一项任务 交给了小悠和军月 那就是讨伐世人鬼 红莲向上一指 已经完全被恶鬼亲战的羽衣 拉弓对着他们就是一剑 红莲一剑扫开伤害 但小悠和军月还是被爆炸的 鱼威先飞出去 羽衣在半空中轻松一反身 对着两人又是两剑 只要能发挥出原本的力量 鬼即使不吞噬欲望 也会变得强大 小悠不愿意执行红莲的诛杀任务 他是绝对不可能对同伴下手的 然而已经被恶鬼吞噬的羽衣 可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 既然想要堂堂正正挺起胸膛成为军人 那就赶紧履行义务讨伐恶鬼 小悠不得已只好拔刀 和军月一起冲向羽衣 在还算默契的配合之下 小悠成功扫飞了羽衣的武器 但毕竟是新手过于大意 鬼不是附在武器上 而是在人上 因为扫飞武器万事大吉的小悠 被羽衣一把拽住扔到地上 军月的突袭本有机会得手 但还是没能下得去手 昔日的好友拔剑相想 小悠请求红莲收回诛杀羽衣的命令 这样对他们实在太过残忍 很难想象 一向冷静的小悠也会动侧影之心 见次红莲指甲让小悠动手 这样小悠和军月就不必背负杀掉同伴的罪恶感 羽衣的剑已经瞄准了小悠 小悠最后选择了放下刀 不做任何反抗 她已经发誓绝对不会抛弃同伴 而且她断定羽衣不会下手 亲眼见过亲人被杀害的人 是绝对不会伤害同伴的 小悠还先决心表达的不够彻底 甚至直接扔了刀 羽衣为小悠的天真哈哈大笑 军月和小雅互在小悠身边 红莲也大声质问羽衣 还打算再一次躲在床底下 看着家人被杀害吗 羽衣再一次想起了 让她躲在床底不要出来的姐姐 但是这一次她不能逃避了 羽衣哭着朝床外伸出手 她需要力量 需要能保护同伴 保护家人的力量 凭借着强大的信念 羽衣居然真的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 悬上的剑擦着小悠射片 羽衣扔了弓哭着扑向小悠 虽然是羽衣差点没回来 但到最后挨红莲打的还是小悠 嘴上说着羽衣死了也和她无关 但其实着急的也是红莲 羽衣拥有才能 但缺少活下去的欲望 但是现在羽衣找到了她活着的意义 就是守护今天挽救她的同伴们 小悠也是一样 今天站在这里的人是她的新家人 他们应该为自己现在的家人而展 过去一片虚无 他们拥有的是未来 鬼州武器到手 团队合作也像模像样了起来 红莲终于决定将他们派往前线实展 关于西方面的吸血鬼 正在计划夺回新宿 他们即将前往调查 而米家所在的吸血鬼军团第一站 同样也是新宿 这位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